全球最大的海上書船 望道號造訪台中 載著50萬冊的書籍 上午舉辦開幕典禮 吸引了非常多的民眾 搶著登船來參觀 很熱鬧 而船上400多位國際志工 其中有10人 還是台灣人 他們跟著這船 踏遍了世界各地 儘管是沒有薪水的 但是他們說也有賺到 賺到了視野 也賺到回憶 全球最大的海上書船 抵達台中 長132公尺 高約九層樓 外觀氣派 首次造訪台中港 一大早民眾搶著體驗 排隊登上船隻 船上有來自各國的 國際志工 穿著不同的民族風格服飾 迎接大家 剪載完 民眾迫不及待進入裡頭 因為船隻裝載的是 滿滿的知識 書架上放著來自 世界各國的書籍 超過50萬冊 看都看不完 逛也逛不完 大人小孩都很新奇 太豐富了 他不曉得要選哪一個 他是你感覺這樣 對 一旁還有志工幫忙服務 特別的是 400多位志工中 其中10人來自台灣 都是七年級生 他們跟著船 生活一年多 足跡踏遍世界各地 有苦有樂 很低階的工作 我們都每天都在工作 然後其實在那過程當中 學到了謙卑 然後學到如何跟人相處 很多人都知道台灣 那他們對台灣的珍珠奶茶 非常的充滿熱情 所以他們很清楚 中華民國台灣 最大的海上書船 從今天開放 為期12天 民眾可以登船閱讀書籍 也能和來自55國的志工 一起聊天 難得又特別 記者綜合報導